南韩性感小野猫炫雅 上个月初登上大巨蛋为棒球赛赛前表演 由于热力四射的演出只有半小时 除了让观众直呼看不过瘾 也让大巨蛋消防安检过关后 谁是第一个开唱的歌手议题 再次受到广大讨论 现在终于尘埃落地 8月已经痛不下来了 是 但是我们在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 所以我也在等 还记得周杰伦今年6月出席活动时 曾经说过自己已经把8月控给大巨蛋 当时的松口已经让粉丝期待不已 如今所属公司杰威尔发出声明 虽然不是8月 但已经证实天王周董将在12月上旬 唱进大巨蛋 举办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 这也是周杰伦睽为7年再度在台北开唱 将积极为大巨蛋这个全新场地做准备 同时也是大巨蛋的演唱会 处女秀 紧接着负责出街场地的远雄也发声明证实 第一位在大巨蛋开唱的歌手确实就是天王周杰伦 至于演出相关讯息尊重主办方安排 相信到时候售票讯息一公布 势必将引发一场抢票大战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